我也是同意要按議事規則進行 主席你和其他委員一樣都必須按照議事規則申報 若然有直接金錢利益就不能投票 亦都不適合主持會議 但是若然只是一些沒有直接金錢利益 只是按議事規則就是披露 至於其他委員去批評或者指出你 特別是中銀高層的職位 我其實都很有感受 因為如果這樣去新研發 這只是一個潛在的金錢利益 我認為現在的議事規則就是透過披露去處理 亦都不止銀行會和發展商有業務來往 律師將來時簽約也有業務來往 發展商也一定會聘用會計師 也一定會聘用建築商 也一定會聘用IT公司去安裝他的網絡 所以很多行業都可能因此而有潛在利益 我覺得每個議員將他所有直接和間接金錢利益的事 而在會上申報已經達到我們議事規則的要求 林大輝議員